大家好,我是大宇 今天我来收我三个月以前种的花生 这花生实际上等的实在是太久了 我去看一下这个花生的 到底生长情况如何 看看它的产量高不高 我来瞧一下 花生的苗现在都已经干户了 叶子干户了 说明它已经长老了 可以收获了 这豆子现在也已经黄掉了 黑掉了 像这样的豆子是不能要的 因为这个不是那种大黄豆 而是一种毛豆 它里面的种子都已经黑了 花眉了 长眉 只能卖生豆子 不能卖干豆子 看这半块甜的全部都坏掉了 好亏啊 就是前段时间下大雨 没时间来收割回去 来 我看一下下面这个花生 到底长得多不多 我扯两个出来瞧一瞧才知道 因为昨天下了雨 这个土还是挺松软的 这花生的产量还不错 这种没关系 这种不是坏掉了 它里巴上面有这种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还比较少一点 因为这个苗它长得不大 你看有些都已经扯不出来了 那个土太硬了 它就在里巴里面 等一下用土土挖了 这一块甜不知道能扯出多少产量的花生呢 现在我要开始干活了 暂时先把视频先播完 等一下我们再看后面的结果好吧 今天这个花生产量还挺高的 你看一把一把的 哇 今年都够迟了 去年的花生产量低得要命 一颗花生上面长了那么多 在吊着 看我挖了一小部分 还一大部分没有挖出来 由于这个花生苗已经死掉了 干了 只能用锄头挖 还快一点 扯不出来 这个花生虽然颗粒比较小 是我们本地的花生 比买的那种杂椒的就要好吃多了 要软和一点 没那么硬 你看这种草 这种草好爱试 这是牛津草吧 对不对 它吃的比较深 还能扯出来 你看扯扯不动 挥很大的力 扯出来一大把 泥巴全部拔起来的 说明本大爷还是挺勤快的 天里面都长这么高的牛津草 这些花生今天够吃了 够了 不要太多 长得挺壮实的 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这里得有20多斤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是大鱼 我们明天见 拜拜